我覺得這次上海出現這種亂象 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習近平個人的一些決定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習近平他在武漢肺炎的時候 他就說自己是親自領導 親自部署 然後武漢肺炎停下來之後 他就開慶功大會 慶功大會強調這個是新時代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 或者能夠以舉國力量來撲滅這個病毒 中共這種體制是證明是優勝於西方的體制的 所以他由於過早地強調他個人的領導地位 以及制度的優勢 所以變成現在突然間這個病毒 翻過幾轉之後又是捲土重來 那時候他就對他來說 是不是變成對他個人來說打臉呢? 因為你是領導親自部署嘛 為什麼領導得來部署得來呢? 現在竟然病毒是捲土重來 所以他由於要體現這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呢? 他就要決定跟病毒清零 那所以他決定了病毒清零之後呢 就變成其他聲音呢 就完全聽不下去了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現在 這個西方各國 甚至乎中國自己都有專家 都提出與病毒共存嘛 因為這個Omicron 大家都覺得他只不過是一場 就是他的症狀跟病毒差不多 那個致命率是比較低的 所以應該是 人類應該是學會與病毒共存 那與病毒共存這種觀念提出來呢 那是一個科學上的爭議的問題 但是呢 由於在中國來說呢 變成一個政治問題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不執行習近平的清零政策的時候呢 你變成就不能夠跟黨中央保持一致 因為他現在很強調要向習近平抗齊嘛 就是各級的幹部都要向習近平抗齊嘛 那基本的時候呢 就是本來是一個科學爭論的問題 就是究竟與病毒共存這個可行性是怎麼樣的 本來這些問題就等一些專家去討論 去作出這個建議 就好過你自己呢 一開始就定性為這個政治問題 就是一定要跟中央保持一致 那時候呢 就倒轉了其他可能性的討論了 或者其他抗疫的比較科學的辦法 都不能夠 即是聲音都出不來 而雖然這個清零是會導致這個 本身很大的滋擾 他都在所不顧 因為為什麼呢 他就為了證明他的親自領導 親自部署是成功的 為了證明這個社會主義制度是優越的 所以呢 你儘管 我一定要這樣做 你老百姓帶來的困難呢 是暫時的 這個是可以克服的 這個最重要呢 就是要證明這個社會主義制度 優勝過資本主義制度 才能夠以舉國之力來消滅這個病毒 這個就是目前來說呢 就說明這個 習近平和共產黨呢 他是考慮自己的那個權威地位呢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自然會引起呢 即是黨內也有很多不同意的聲音 除了在社會上 也就是為了要清明 是造成很多 很多不必要的刺身的災害 譬如現在統計呢 已經有百多人呢 是因為這個 封城的原因呢 是得不到及時治療而死的 那這些就是刺身的問題 你相對於那個上海的死亡率 因為病毒入侵的死亡率 那個時候呢 就變成了有些社會主義的做法啦 我這裡呢 我就想提供一下我自己個人的一些童年的回憶 我小時候在鄉下 當時來講呢 就是推動著一個外國衛生運動 就是 出發點很好啦 就是要外國的一個衛生運動 要提高人民生活的這個健康 原意是很好 但是呢 就很多就是很極端的做法 譬如什麼呢 譬如規定我們小朋友 當時說很小的 幾歲大 規定我們小朋友每天要打死幾隻烏鷹 然後就拿去居委會裡回報 那你想一下 就是消滅烏鷹是大家都會贊成的事 因為牽涉到就是社區的衛生等等 但是你消滅烏鷹呢 就不是靠打烏鷹來消滅的 那你是應該從這個環境的衛生的改善啊 或者是從這個 從這個整體的衛生條件的改善 來達到撲滅烏鷹的目的 而不是靠動員家家戶的小朋友呢 就去打烏鷹 然後把每天要打死幾隻烏鷹去上報給居委會 那如果你今天打烏鷹的數量不多 即是不夠多的時候呢 你明天要補回數這樣 這些是很勞民相財而不見效 就是盧民相財而不見效的做法 那結果怎樣呢 結果烏鷹有沒有絕跡呢 沒有啊 到今時間尤其是烏鷹也一樣是很多 鄉下烏鷹也一樣是很多 這件事呢 就是現在中共要實行這個清零呢 就令我想起就是小時候這種這樣的運動 就是外國衛生運動 那我們看到病毒這些東西呢 除非你是說由生化實驗室開發出來的那些不說 病毒呢 本來是生存在自然界的 那自然界的東西 你去撲裂它 真是難負其難 就是說你說這個世界 你想撲裂細菌 你想和細菌 將所有細菌清零 有沒有可能呢 是沒有可能的事嘛 所以我就 這種清零政策呢 就令我想起就是小時候呢 要打烏鷹 要滅烏鷹 結果做了很多勞民傷財的事情之後呢 烏鷹沒有滅到呢 烏鷹一樣是這麼多 可能有一些城市就可能改善了鄉下地方 烏鷹一樣強多 那就是說呢 很多東西呢 是徒勞無功 那我覺得呢 如果大家都認為清零 這件事呢 就是病毒是沒有發指清零 自然界的病毒是沒有發指清零的時候呢 那你硬硬要清零的時候呢 就一定造成是民怨在道 一定造成此新的災害 那好吧 那你譬如說 會不會影響政治呢 當然會有啦 因為你現在 你現在這個 這樣的做法 你是不計成本 不計這個代價來做嘛 那好吧 那當家那個人會怎麼辦呢 李克強當家的 他作為總理 他要交一些經濟帳出來給人民看的 那變成他很難做了 是吧 就是你譬如現在上海這樣 一方面就民怨在道 一方面就是這個外資果足不前 變成生產又停滯 現在很多朋友的推斷就是說 今年上海的GDP呢 可能因為要這樣的清零的做法呢 可能下降4到6% 而中國全國呢 可能要降低到2%左右 那這些對於習近平那些講政治的人來說呢 他不在乎 他不會覺得是什麼 總之政治上要正確 經濟上的損失 他不放在眼裡 但是對於具體當家那個人 要看著盤數的人呢 自然就是壓力很大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必然產生在黨內高層 會產生不同的聲音 會質疑這種政策 是不是這個合理 是不是科學 是吧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黨內的鬥爭呢 一定是會激化的 特別是上海這個地方呢 就是上海的政治上和北京都存在某種 某種程度的對立的 最具體的例子就是文化大革命啦 但是除了文化大革命之外呢 就是很多在江澤民時代呢 北京和上海呢 都是有很多這個暴盾的 在政治上 所以現在這樣清零的政策一定會導致黨內 不管是基於實際的經濟損失 或者基於這個很多高官的反對都好呢 這個都會造成黨內的分歧 這個就有一定的了 就是回頭的反對 這個反對的反對 是不太好嗎 感谢观看